这个男人抓起了地上的粪便 闻了闻 然后忍着臭味将它抹在脸上 接着所有人都涂满全身 他们已经很久没吃到食物了 这么做只是为了掩盖自身的气味 经过勘察 他们发现了前方的牦牛群 如果这次狩猎再不成功的话 恐怕整个部落都会面临灭亡 只见首领一生命下 所有人起身冲向牦牛群 而牦牛群也向人们跑来 等到了合适位置 猎人们纷纷扔出了长矛 在前方一字排开 这时的牦牛群被拦住了去路 逼得牦牛群掉转了方向 而另一边正是万丈深渊 无数的牦牛惊慌中纷纷掉下悬崖 可其中一头牦牛突然掉头 冲着一名小伙子跑来 将它直接撞飞 接着牦牛用牛脚挂起南海 朝着悬崖跑去 父亲想挽救儿子 拿起长矛刺向了牦牛 受伤的牦牛并没有停止脚步 直接将南海顶落悬崖 当众人跑到悬崖边时 看到南海悬挂在石壁上 父亲喊他千万别放手 可南海抓住的石块突然碎裂 南海掉到了悬崖边的一块凸起的石头上 父亲想下去救他 却被人们拉了回来 族人告诉他 你孩子已经死了 我们不能再失去你 你是族长 我们还需要你将我们带回部落 他们终于在崖底饱餐一顿了 而剩下的食物还需要打包带回部落 但那位父亲在悬崖边喊了一整夜 直到天亮也没看到儿子醒来 看来儿子真的离开了 他哭着为儿子立了一个简易石碑 撒下一些土 然后哭着离去 身为族长 他要履行对族人的义务 马上寒冬将至 两万年前的冬天足以摧毁一切生命 为了能够活下去 他们必须在寒冬到来之前回到部落 部落里的人也需要他们带回的食物 但谁也不会想到 那个男孩他还没死 一只突鹫在啃男孩的嘴 这可把他疼起 男孩推开突鹫 突鹫掉了下去 男孩起身查看四周 下方竟是万丈深渊 男孩大声喊着父亲 可依旧得不到任何回应 他不能这么坐以待毙 他尝试着向下攀爬 可脚一个没站稳 男孩差点摔了下去 完了 这下处境更尴尬了 上也上不去 下去肯定活不了 这时天上乌云密布 下起了暴雨 雨水在下方汇聚成河 但是现在水位不够 还不能跳下去 男孩死死撑着 疲惫的他由于体力不支 导致一只手脱落 男孩拼尽全力 重新抓了回去 毕竟他还不想死 就这样又不知道坚持了多久 下方的水也越积越深 男孩实在坚持不住了 等男孩醒来时 雨水已经退去 他庆幸自己还活着 可腿部传来剧痛 看来昨晚并不顺利 他先爬到河边 喝了点雨水解渴 再把脱旧的脚卡在石头里 接着用木棍 做了简单的固定 等他来到崖顶时 看到了父亲 为他立的石碑 他知道人们已经离开了 不会有人再来找他了 这时不远处传来 阵阵狼嚎 看来他已经被恶狼盯上了 赶紧跑 可受伤的他没跑几步就摔倒了 还好男孩找到了一棵枯树 他在枯树上待了一晚上 第二天他找到了水源 收集了水 又找到了一只蚯蚓 强忍着吃下 他刚吃完就被狼群盯上了 男孩拖着受伤的腿跑回枯树 还没爬上去 就被一只恶狼死死咬住他的腿 男孩掏出匕首刺向恶狼 这才得救 可狼群死死不肯离去 在树下守了男孩一整夜 当男孩醒来时 树下就剩下那只受伤的狼 男孩将匕首绑在木棍上 慢慢靠近狼 想刺下去 狼却发出了可怜的哀嚎 可由于男孩本性善良 最终没有下的去手 打小他就是部落里最善良的 从来没有杀过生 这次也一样 甚至还想救助他 当男孩靠近狼 狼就会呲牙咧嘴 男孩用绳子慢慢靠近狼 一下捆住他的嘴 这下你就没法咬了 男孩把狼抱走 来到一处河边 为狼清理伤口 之后把狼带到一处山洞 第二天 男孩找到一些草药 敷在自己受伤的脚上 喝了口水回头望去 狼嘴上的绳子 已经被他挣脱下来 男孩想给他喝点水 可狼还是充满敌意 但男孩耐心教导 狼也慢慢接受了他 喝了男孩送来的水 男孩又找到一些虫子 放在狼的嘴边 狼也舔着吃了 第二天 恶急的男孩看到了一只野兔 他抓到了野兔 并带回了山洞 在男孩准备生火时 狼偷偷溜过来想吃野兔 男孩发现一把打跑他 然后啃下一块生兔肉 宣示食物归自己 狼也慢慢服从 男孩接着生活 经过不懈的努力 总算是点着了 晚上也吃上了烤熟的肉 一边的狼也想吃 看他可怜兮兮 男孩扔了一小块过去 休息了几天后 男孩的腿也好得差不多了 要出发了 他跟狼告别 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走了好久 他发现那只狼 一直跟在他身后 男孩驱赶他 让他离开 狼就趴下不动 等男孩一走 狼就起身跟着他 男孩捡起木棍扔向狼 狼却捡起木棍送来 见狼如此执着 男孩决定带上狼一起走 有狼相伴 打猎变得轻松许多 他们经常能吃到肉 夜里还在一起睡觉 男孩嫌狼太臭 还给狼洗了个澡 上岸后 狼看见水里有鱼 一下就咬中一条 男孩给狼起名 阿尔法 很快寒冬来临 男孩赶路时 不小心踩破冰面 掉入湖中 阿尔法跑过来想救他 可他瘦小的身体 无法踩破冰面 男孩掏出随身带的匕首 用力捅破冰面 阿尔法赶紧将男孩拽了上来 男孩被动得浑身发抖 缓过神来后 他赶紧钻木取火 终于火堆点燃 他脱下衣服抱着狼取暖 白天他们继续赶路 但这时的男孩已经病了 好在前方有个人影 来到身前才发现 那人已经被冻僵 临走时 他取走了那人的弓箭 刚上路 暴风雪就再次来临 更糟的是 身后还出现了一群猎狗 男孩带着阿尔法拼命逃跑 最后两人跑到一处山洞 才躲过了这次的危险 但此时阿尔法眼神凝重 突然冲出来一只野兽 阿尔法一跃拦住了他 可狼根本打不过他 男孩拿起弓箭 一箭射死了野兽 可阿尔法还是受了重伤 倒在了地上 男孩吃了野兽 终于饱餐一顿 但他的病已经更加严重 天亮后 他们只好再次上路 几天之后 阿尔法已经慢慢跟不上 倒在了地上 男孩也已经快病倒了 他还是抱起了阿尔法 不知走了多久 他终于看到了前方的营地 而怀中的阿尔法生死未卜 他凭着对生的信仰 慢慢走回了族营 他的父亲看到他还活着激动不已 男孩恳求父亲一定要救活那狼 部落里的医生抚摸阿尔法的肚子 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接着他从狼身下抱起一只小狼 原来阿尔法已经怀了小狼 并产下了一窝狼仔 小狼也在他们的照顾下慢慢长大 后来部落里的每个人都有狼相伴 帮他们守护着家园